在各國紛紛鎖國 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措施下 全球三十三億勞工 有八成超過二十六億人 被迫中斷工作和收入 其中十六億靠打工 領日薪工作為生的弱勢勞工 他們的生活就變得更加的堅困 工作人員圍在發放的餅乾旁 不斷往外面丟讓民眾撿去 為了搶糧食 發放券還不斷出現民眾相互衝突的狀況 因為疫情影響許多零散工作消失 讓坑亞首都奈洛比最大的貧民窟 吉貝拉在發放物資時 時常出現了爭奪跟暴動狀況 吉貝拉貧民窟中 居住了約三十萬到八十萬人 三十三歲的朱迪斯 兩年前丈夫死亡之後 為了撫養五個小孩 原本每天都靠幫鄰居洗衣服 賺取六十到一百二十元的台幣薪水 但是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後 鄰居因為居家限制無法外出工作 因此不再把衣服交給他洗 讓他頓時失去收入 只能夠每天早早起床 試著搶到免費的糧食 生活成問題的還有住在印尼雅加達的布迪 他原本是一間中國餐廳的廚師 因為疫情被解雇 成了印尼疫情下兩百萬名失業者之一 除了失業之外 晚上還會監拆當計程車司機的布迪 因為居家限制也失去了監拆工作 目前布迪只能夠透過另外一個監拆 用機車送外賣餐點拿到的小費過活 如今一天的薪資只有約一百二十元台幣 比起過去一天薪水五百七十元還少 也必須向朋友借錢 才能夠應付四月的房租 至於在阿根廷的咖啡業者卡拉巴賈爾 因為當局的孝敬命令 讓他頓時減少收入 目前只能夠依靠政府補助的一百五十美元生活 修信他的房東體諒他們在疫情時期的艱辛 暫時不跟他們收房租 根據國際勞動組織統計 目前全球三十三億勞工當中 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 因為疫情影響到經濟收入 其中有十六億的打工族群 則是面臨無法生活的危機 各國要如何在疫情中減少經濟打擊 端看這些弱勢勞工 如何透過國家跟外界的援助 挺過這場疫情 並且迅速振作協助經濟復甦 記者陳崇 整理報導